創意生技 专注于研发及行销 生活品质改善类别的 自费药品及健康食品 生根医院 诊所 药局通路经营 在医药市场上具有相当的优势 如果你选择对的食物 其实你在检测过程中 你会更顺遂 执行的是营养剂 所以它主要会针对营养去做 营养味道 穿梭北区药局的业务主任立茜 最常接触的对象就是药师 看她展露甜美笑容滔滔不绝 这全是在创意生技认字后的蛻变 我从一个不善表达的女孩 那到现在虽然不是最优秀的 那至少可以侃侃儿她 那很感谢创意生技 愿意栽培带领我一步一步的成长 并且让我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 是一定要具备完整的教育训练 尤其是业务刚进公司的 三个月到六个月的这个过程当中 公司所销售的药品 以及食品 健康食品 有她相关的产品知识需要做训练 那第三类的课程呢就是 业务操作面的课程 那再来比较专业的课程是 销售技巧 谈判技巧 区域管理 工作将近六年 认证负责的立茜晋升主任 在创意生技不仅教育训练完整 员工薪资福利 升迁制度更完善 所以以创意生技目前提供的薪资待遇呢 是以台湾的药介来算的话 就是说钱百分之三十的 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比较outstanding的业务 它的年薪能够达到 就是一百到一百二十万 此外每年一天生日假 三天几薪病假 交通津贴 育婴津贴等福利 在创意生技不仅员工超幸福 公司经营绩效更逐年攀升 因为最主要我们公司提供的是 健康食品以及说储方用药 所以当我知道说 我们公司的营收 越来越好的情况 其实也代表说 台湾国人的健康品质 也受到一定很大程度的改善 2017年10月上市的减重新药胶 配列堤 不像你最近有听过这颗药 最近市场上面是蛮夷的 业务单位在前线努力打拼 最需要愿意合作的神队友 及坚强可靠的后援团队 这些创意生技通通都有 负责北区诊所的业务梦哲最有感 当我觉得在这边一年多来 其实最大印象深刻的事情的话 就是这边的氛围 跟我过去待过业务团队的氛围 是完全不一样 大家是会分享说 我们过去的成功经验 以及说彼此切说 在市场上面遇到什么的问题 以及该如何解决 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我不是单打独斗 那其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的同事以及主管 其实都在一旁的协助你 面对问题解决困难 对那让我觉得创意生技 其实就像一个家一样 支持着我 那你可以去跟他讲一些案例 比如说我之前遇到的就是 消费者心理学这个部分 其实有的时候是 要去理解的 定期的沟通分享会议 让业务推动工作更加顺畅 近期产品将扩展至整个大中华区 我们公司目前主要的需求 是招募业务 业务类的人才 主要要负责诊所跟药局 药品产品的推广 对于我来说 创意生技不只是一份工作 它是一份事业 更是一个大家庭 那欢迎有志一同的青年伙伴们 加入我们一起成长 那我非常欢迎就是 无论是还在观望业务工作的朋友 或者说对医药产业 还在观望朋友 其实加入创意生技就是 创造无奈 心意求心 创意生技 梦想无限 Yeah Zither Harp Zither Harp